而端午年假天气炎热 就连动物都受不了了 瑞穗香就有民众 中午再拍到一条南蛇 横跨马路的时候 因为路上了薄油高温 还没有过一半 就一室热晕了 一动也不动 一旁民众拿着竹竿 将蛇移到路旁 蛇是热晕了还是死亡 就不得而知了 在花莲瑞穗的中华路 有一条蛇要过马路 它从北边的沿里 往右边的沿里那边去 经过马路 哇 那个薄油路实在太热了 烫得它受不了 嘴都开开了 它可能已经头都昏头脑胀了 昏头昏脑气了 不知道怎么跑 你看 这是中华路 没有错 嘴巴张开开了 死翘翘了 你怕它被这个汽车撞烂 所以跟它挖那那个路边去 保它一个前尸 不然搞得暖暖暖去 你看 嘴巴张开开了 在这边了 不过来 老子 发送好 可 每天 没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